欢迎收看小老师Pen教数学 那我们这堂课要介绍有关于有理数和无理数的讨论 也就是这个有理数判别 知识其实只有跟真的说起来只有一个 有理数的四则运算仍然是有理数 我们一切都环绕在有理数的四则运算仍然是有理数 这件事情去讨论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那我们学到这里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Q是有理数的意思 属于就代表说A是一个这样子 这是属于 那这是不属于 无理数没有自己的符号 所以我们要讲无理数的话 就是用不属于无理数 或者他会在无理数Q上面撇一撇这样 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则A加B是无理数吗 就是说一定吗 那么于是我们下面有写到这个 如果认为该描述正确 就我们打圈 那要证明他绝对正确 也就是说你要证明一定是 不管你找任何的数字来去试的代入 都一定是 如果认为该描述错误需要找到一个反例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他对 你不能只是找到一个例子说明他会是 你要证明他不论任何例子都会是 可是你不可能真的把所有例子全部挑完 数字无穷多个 所以我们要描述他正确的话就要用证明的 有理数加无理数到底是不是有理数呢 那我们除了认真的去推论他之外 我们也给学生一些可以快速判别的方式 就是说无理数就会有一个无限的小数的尾巴 比如说三点多多多多 他会有一个无穷的尾巴 那有理数就不会有那个无穷的尾巴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他可以化为分数的话 他就会是 就算无穷也会是可以循环的 或者他是有限小数 那如果是无理数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无穷的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所以当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还在不在 应该是还在吧 对不对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全没有错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嘴巴上讲讲说 这个无穷的小数尾巴应该还在 真的吗 你肯定吗 所以呢我们要证明他 那在这里就引入一个这个 很重要的证明步骤叫做闺谬法 那所谓的闺谬法就是说 我假设你讲的是对的 其实我们两个是对立面 也就是我真正的目的是要证明你错我对 可是我先假设你是对的 也就是先假设我是错的 然后如果你是对的那就怎样 那就会怎样 那就会怎样 那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是错的 我才是对的 也就是去推导对方到让他产生谬误 产生矛盾来去证明 反面的就是我这边的才是对的 那这个历史上谁最喜欢用闺谬法呢 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他会在他们那个学院的门口跟人家吵架 他会就是准备一个小讲台 开始讲发表自己的论述 那他的论述呢有一些会冲击到当时的传统知识 有的时候他是故意的 比如说他很喜欢强调 那个小孩子不用叫不用孝顺爸妈 那就会有人去跟他争论 因为他喜欢这样子 他想要引人来战就对 所以他就会有人去跟他争论 他就好那假设你是对的 小孩应该要叫孝顺爸妈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怎么样 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能 那所以你是错的我才是对的 那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闺谬法 那OK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使用 我们要假设描述是错的 因为我现在要证明他对嘛 首先这个描述的关键在于这里 就是说折 所以我前提都成立的时候 我假设他不会是这样 也就是说若 假设 我们先写若 若A属于 这是前提 我们还是要让他成立 如果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假设 那这个就要写的跟上面不一样 A加B 就是有理数 折 听到这个折 心里就要开始期待高潮来了 反转 所以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姿势 有理数是折 运算是还是有理数 所以就是说有理数加减乘除另一个有理数 他还会是有理数 的时候我们这是无理数嘛 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你要产生B 用A加B去减A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是一个有理数 减掉 有理数 那他应该要是一个 有理数 但是没有啊 我前面早就说了B是无理数 与前提不合 也可以写矛盾两个字啦 反正大致上这个看得懂的人知道你在写什么就好 与前提不合 与前提不合 这样子 那依据 推谬法 依据闺法 这一句有的时候也可以不要写 就比较严谨一点就是要说 我刚才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要使用闺谬法 但是通常你不写这句看的人也知道你要用闺谬法 依据闺谬法 怎么样呢 这个当A是有理数B是无理数的时候 A加B一定是无理数 这样我们就证明出来了 那下一个 如果A是无理数B是无理数 A加B是不是一定无理数 如果A有一个无穷镜的小数尾巴 B也有一个无穷镜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那是不是合起来还是会有那个无穷镜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是或不是 你觉得呢 那也许有的人就会发现 说不定会消掉啊 如果A是根号2 B是负根号2勒 那就消掉了 负根号2是不是无理数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 然后看第三个 A是无理数 A加B是有理数 是不是B就一定是无理数 其实应该很容易发现 他可以用上面这个第一次来去推论 那所以说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那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让学生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看着上面这样子的 这个闺谬法的描述 试着自己写下面这个的闺谬法 好 那我们闺谬法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 我们要让它的前提成立 所以我们前提这里先造写 A不属于有理数 A是无理数 A加B是有理数 但是结果呢 我们假设这样的情况下 B会是有理数的话 好的 那没有错 我们要利用的就是这个 那我再说一次 有理数的四折运算的人还是有理数 有理数加减乘除 有理数的还是有理数 这里有提到这个无理数不适用 我们刚刚已经示范过了 就是无理数加无理数不见得是无理数 好 那 则怎么样呢 所以有理数 有理数 让它四折运算 导出这个 那很简单 就是A加B 减B 会等于A 那有理数四折运算应该要是有理数 这个姿势 如果今天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是不是A B就一定是无理数 那A没有那个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B有 B有一个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 那A乘B的话 还有没有那个无穷不循环的小数尾巴呢 好 那 想一想的话应该觉得应该有 对不对 因为B有一个嘛 但是A没有 所以它也不会怎么样消掉 OK 那我们假设它是对的 那我们就要用闺妙法推论 于是呢 我们前面已经教过闺妙法了 我们现在直接看 如果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假设A B 跟那个题目讲相反的话 假设A B会是有理数的话 那一样我们要利用有理数四折运算 去产生有理数这一点 攻破它 所以有理数 有理数四折运算产生 所以AB除以A 有理数除以有理数应该会是有理数 那这样子的话B会是有理数 可是你说B是无理数啊 所以跟前提不符 那所以说这个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则A乘B一定会是无理数的证 但是它是错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特别会从 这个知识去出题 因为它特别重要 那也是那些题目出题的时候的解题关键 为什么它错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个除法的时候 你必须要强调A不等于0 如果A等于0的话 你是不能除的 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A等于0的话 A是有理数吗 0是有理数吗 那B是无理数吗 0乘根号2是多少 是0 0乘根号2是0的话 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 是有理数 也就是说如果A会是0的话 这个词子是不能成立的 OK 那如果A不是0 那我这样一切推论就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词子是可以成立的 也就是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特别有讲到A不是0的话 这个词子可以成立 可是如果我不讲A不是0的话呢 这个词子就不成立了 而导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重点 如果我特别跟你说 A是有理数 B是无理数 且我直接告诉你 我就是要让A乘B是有理数的话 那变成你只有一条路走 A只能是0 于是就是成为一个解题的突破口 方程式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等于0 然后就开始解 所以我们来看像这样的问题 说AB都是有理数 然后根号8加1X等于4 减根号18Y加根号2减3 如果你已经会过 你可以按暂停自己写看 那我们直接开始解 首先呢要先把它整理一下 这个根号8是2根号2 加1 这个是 然后会等于4减 根号18是3根号2 这是加 OK接着把X跟Y沉进去 应该说展开来 所以2根号2X加X等于4Y-3根号2Y加根号2-3 我看到有很多学生 他会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作答 因为他会被教导说 有根号2的怎么样会等于 没有根号2的会等于 我必须说这不是一个错的动作 但是是不好的动作 因为你会让我怀疑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有根号2的会等于 没有根号2的会等于 那比较好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去完成我们刚刚那个姿势 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步骤也是有很多人会做错 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讲说把X 提出来让它成为X的系数 或者说我们会讲说怎么把有X的放一边 有Y的放一边常数会放另外一边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有根号的放一边 把有根号的放一边 所以有根号的是这个这个跟这个 搬到等号左边来 2根号2X加3根号2Y加根号2 会等于负X加4Y-3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根号2提出来 所以那个2X加3Y加1倍的根号2等于5X加4Y-3 OK 那其实我都会希望学生能够养成这个能力 就是你们可以主动问 那为什么我要把根号2提出来 我怎么想得到我要把根号2提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个姿势 我要利用有理数乘无理数 却产生有理数 A会等于0 所以我要让他 因为题目有讲X跟Y都是有理数 也就代表说 2X加3Y加1和2X加4Y-3 也都是有理数 那么这里就会形成有理数乘无理数 结果是有理数 对吗 这就是这个姿势 我们可以得知这个有理数一定是0 你这样书写一方面让你自己 以及让改考卷的人知道说你真的知道这是为什么 没有错 他就是我们刚刚推论的这个理由 另外一方面就是让我们自己在做问题的时候 下一题在做的时候 比较容易记得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要去凑出这个有理数乘无理数 所以你要把根号2提出来 于是这个有理数也要是0 这个有理数也要是0 所以得到两条方程式 那联利求解出来 X等于11分之5 Y等于11分之7 可以吗 于是这就是这种题目的做法 那我们这一集上到这里 下一集还会延续着这个有理数的判别 我们继续往下讨论